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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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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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说 你今天接我去珍贝 你这两天乖不乖啊 我 对了 我 我在海洋包 今天买了一个 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呀 好 三 二 一 你知道妈妈喜欢企鹅 对不对 嗯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悠悠姐姐送给我的 悠悠姐姐 她来幼儿园找你了 我挺喜欢那个姐姐的 她想不许和好了 但是她说 爸爸会有自己的家 是什么意思 走 好 三明老师 紫妍妈妈 你们还没走啊 嗯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嗯 您说 我们家最近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不希望除了我之外的陌生人 接近我儿子 这也是你们幼儿园应该做到的安全准则吧 嗯 我们都有严格做到的 这点您可以放心 她说今天有个女人来给她送两本书 今天 哦 有一位特别年轻的女士吧 她说是过来带孩子看幼儿园的 说和你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也认识子言 子言 子言就跟她说了几句话 您放心 我们不会随便让人接接孩子的 我想再特别强调一下 以后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知道了 谢谢 子言 跟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子言 儿子 儿子 你夜儿在杂儿三分搞这些小动作 我懒得搭理你 不就是出过轨吗 有能耐的女人只会解决不忠的男人 没能耐的才来找小三 我今天来找你 是因为你动我儿子了 你碰到我的底线了 看来你底线不是许怀山的 我爱许怀山我可以等他 等你不要他了 我会接着他 他看不清你这些手段 我看得清楚 你给我儿子看这些是什么意思 想告诉他爸爸妈妈会离婚吗 我告诉你 我儿子要是有任何心理上的问题 或者他自闭了 你是低估了一个母亲 能做到什么份上 你知道许怀山是怎么求着不离开家的吗 你别想了 我知道 他说了 你们不离婚是因为你们有孩子 要是没孩子 你试试 你听好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要再敢动我儿子一下 你试试 这间房我已经解约了 房东三天后来收房 如果你还想给自己留点尊严的话 我劝你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我这可以回家了吗 找你回来 是说三件事 第一 这事没法原谅 我也不会原谅你 第二 这件事必须马上解决 它可以破坏我的婚姻 但不能伤害我儿子 他赶到楼下当前台 去幼儿园找我儿子 我们家住在哪儿 儿子在哪儿上学 他都知道 我就不会把他当做一个 普通的小三 我要让他离开这座城市 我不是为你解决 我是为我儿子 第三 解决完这件事 我们俩就去办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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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都等你好久了 你吃早饭了吗 我自己吃的 没让成解决 妈妈 你和爸爸是不是要离婚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问啊 因为我探了那本 爸爸家和妈妈家 我犯伯乐乐乐了 他 他说那个就是离婚 就像他的爸爸妈妈一样 如果你和爸爸离婚的话 我就选爸爸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你不是说你最喜欢妈妈吗 我最喜欢妈妈 妈妈也最喜欢我 如果我 如果我选爸爸的话 妈妈就选 妈妈就舍不得离开我们了 我太好了 妈妈